小律一號課堂 上升瓦社時報出版 三台文化 純包圍學習 有聲課 有聲書 都在滋滋線上聽 車上聽 路上聽 運動聽 上半天睡不著 無聊時都好聽 不用眼睛叮 花費少少 學得飽飽 全館結上八八折 請上網搜 滋滋線上聽 國軍喝幾酒睡著了 管帽就在怕他著涼 被他擀成衣服 請來問國軍事件 管帽子和管衣服的都認罪 管衣服的自然取虛值呢 管帽子的則是語言的本分 這是韓非子的管理學 也是大人的預言故事 從中指到韓非子 從左轉到正國冊 了解歷史典故 通靠人情事故 張曼娟 大人的預言 有聲書 全套六CD及早鈴書預測 定價499元 經過專線 02 2518 0855 或上 中廣論壇 我是小董 董志森 當然今天很大的議題 大都在討論趙少康 我覺得很好笑 這就是一個老男人 不甘寂寞 可想說 欸 小董 你怎麼這樣講 因為我認識他非常久了 看不下去啊 我告訴你 你知道趙少康幾歲了嗎 十歲七十一 你要照我們台灣人 或中國人的那個來講 這老先生了啦 當然我們從年輕的時候 就叫他老趙 現在當然就變成老趙 各位朋友 你有沒有到過台北的 信維市場 有一家賣刀缺便的 叫老趙 刀缺便 很好吃 那裡有三家 一家王家 一家老趙 一家山東 哇 都很好吃 信維市場在台北 大安站 捷運大安站 小董志 我有好吃的 我在那個 我都不另一一起分享 但是我們認識了趙少康 老趙 他情況是比較特殊 其實本來沒有要回來重振啦 有時候都是看不下去 你知道戰國時代有一個人 他很有力氣啊 以前那個年代啊 四處都有老五 會半夜起來 偷吃人 偷吃家裡的深處 這個人叫洪富 洪是二馬逢 富是富人的富 什麼叫富人 富人之人啊 富人的富 他說我以後不打老五了 我 金盤洗手了 後來有一天跟朋友那個 看到他老虎在 在乘胸啊 又 把袖子剪起來 又加起來 把老虎又打死 所以我們有一句 陳禮叫做 重做馮婦 為什麼 陳禮就這樣來的啦 趙少康 的情況 有點類似 他看不下去了 我老實講 他真的看不下去 像小董每天在那邊罵 我是罵得口不責言 因為實在太氣了 我罵民進黨這些人 出身黨 對不對 嚇三難 實在太氣了 其實我平常在 跟朋友 或在採訪的場子 這些話我都不會出口了 只做廣播 越講越生氣 我非常理解趙少康的心情 你怎麼講都沒用 因為人家就是無恥了 你怎麼敢貪這個錢 你怎麼敢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是無恥的人啊 你怎麼罵我 本來就是這種人啊 你罵我不會害羞 我不會害怕 我照樣做啊 現在碰到民進黨就是一個這樣的黨啊 現在全世界很多人 因為民進黨 過去 這四年被川武所鼓動嘛 那川武本來就是 川普本來就是一個不要臉的下山爛的畜生嘛 本來就是啊 全世界沒人敢講 只有我每天罵他 畜生中的畜生啊 本來就是啊 對不對 中國大陸有一家 有一家抖音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 你在玩like 你在玩like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人傳給你 啊一個抖音 抖音一般 可能就 20秒 30秒 1分鐘 有沒有 然後有個人在裡面收收唱唱笑笑 或兩個人在吵架 或有一個落口令 或怎麼樣 你要覺得 開一看好開心喔 或唱一首歌 抖音啊 中國大陸抖音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like裡面 哦 收到 啊你看一看 看看笑一笑 哈哈 中國大陸就這樣 對不對 那抖音在美國叫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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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T-O-K 他在美國也很受歡迎 好幾億的人在看啊 美國3億多人口 至少有1億多的人 哇 很多年輕人 自己錄一段就放上去了 然後大家看一看 哎這個好小又傳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想怎麼樣 沒有 我就想紅嘛 你看我這個朋友唱歌好難聽喔 我們去KTV 趁他唱了就把他錄一段 把他抖上去 然後大家笑 哎呀怎麼都左音什麼對不對 這個 像高家阿姨就很合適了 王秉中就很合適了 他們唱一首歌上抖音這種 在美國很受歡迎 然後 你說歡迎有人看 廣告就會進來對不對 你就可以賺錢嘛 說哎 這個人點閱率有什麼高 哇 有這麼多人點閱 一億多呢 裡面就可以傳差廣告了 那他就有收益了嘛 所以他在美國變非常受歡迎 川普說 躲音 憲你幾月幾號 賣給我們美國人 不然我就把你趕出去 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流亡 是不是土豪 是啊 我打不過你 請你 我打不過你 我自己開一家店賣不了你 你的店一定要賣給我 不然你就不准在我這裡 這個叫什麼垃圾下山爛畜生國家 這個是不是下山爛的畜生中的畜生的總統 是啊 全世界有人敢講嗎 我說美國變成一個這麼不要臉到 到讓人家不是搖頭 你要吐口水 你都覺得說 這種國家怎麼怎麼下賤 是 他就是一個下賤的下山爛國家 有誰敢跟我辯論 這沒有人敢講耶 我因為是美國所以就好了不起 然後大家就開始歌功頌德 我看了今天最好笑的新聞 就大家都在譴責緬甸 這譴責的國家 哪一個國家跟緬甸沒有類似的情況 大家要聲援翁山書記 不用來這一套了 翁山書記過去幹了這壞事你們忘了嗎 你們說他好就給他露貝爾和平獎 哇不得了 翁山書記都了不起 翁山書記2015年他的政黨已經取得緬甸的政權 他的司機也當了總統 結果他們怎麼破壞洛星亞人 你知道洛星亞人 將近一百萬 他們是回教徒 他們生長在緬甸 緬甸政府破壞他 金方破壞他 如果翁山書記破壞他 他們一路跑 整個海上都是他們的船 很多人就淹死了 淹死數以萬計啊 然後很多人就跑到孟加拉 現在孟加拉 受不了 孟加拉也是一個窮國 你和那個國說 你就讓他住我們給你錢 不要讓他再跑了 聯樂國就盜出募款 後來孟加拉還是受不了 把這些人牽到幾個小島 你不要影響到我們孟加拉的生活 你知道嗎 聯樂國給錢 誰造成了 翁山書記 翁山書記的緬甸政府 跟緬甸金方造成了 他現在是跟金方 有利益衝突 被金方抓起來 大家說 神也要讓翁山書記 怎麼樣怎麼樣 他緬甸金方是今天才這樣的嗎 歐洲這些國家 都是唯金子 美國更不用講 美國是畜生中的畜生國家 小總就什麼 不爽就不爽 怎麼樣 我告訴你啊 金方說七年的選舉 我們又輸了 又是你們翁山書記的政黨贏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質疑不公 他就把翁山書記跟這個總統抓起來了 翁山書記的兒子 翁山書記為什麼自己不嫌總統 各位你一定很納悶 因為緬甸的憲法規定他不准嫌 這憲法大家修憲過 為什麼不准嫌 因為他的兒子是英國人 翁山書記 會嫁給英國人 所以為什麼 歐洲美洲這些國家 那時候那麼挺他 因為你是在我們這裡受教育 你老公就是英國人 我們可以塑造你 哇 自由你神不得了 每天就在塑造 沒講到他 起了政權以後 他的嘴臉是不一樣 跟民進黨一樣 民進黨過去講了多少理念 多少怎麼樣 等民進黨執政以後 又吃又拿又貪婪 這是一個垃圾組成的黨吧 各位你看啊 你今天看所有東西都匪夷所思 民進黨現在所強力要做的 都是過去他所強力反對的 而且講得很好聽 然後全國 他只要講一個東西 全國就幾千個教授就出來 對就是要這樣 然後現在民進黨做了 違背過去的主張時候 這些教授 通通不見了 台灣的教授 要臉的不多啦 那種畜生 在學校裡面教學生 老畜生教小畜生 教出來沒有一個好後 我真的敢這樣講 大家哪來檢視啊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有手機 要不然你就 智慧型手機 電腦或什麼 過去民黨 或者這些教授 或怎麼樣 大家把它Google出來搜尋一下 你就知道了嘛 民進黨過去怎麼反 萊克多巴胺 現在怎麼支持 民進黨過去說公投都好 一定要綁大選 才能顯示出名利 現在呢 不准公投 你要公投的話 每年8月才能辦 不能影響大選 因為大選是11月 12月後1月嘛 所以絕對不能讓他綁在一塊 過去要挺公投 有多少教授連署啊 報紙滿滿滿是名字 幾千個教授連 每個名字跟螞蟻一樣小 他說我台灣一定要公投 我公投才能展現名利 現在那些畜生教授 通通跑去哪裡啦 各位沒有人在意的啦 我老實講台灣沒有是非 你在台灣你要聽是非 聽正義 只有我的節目 只有我的節目 我老實講 不管我在中廣 或在酒吧新聞台 大家人來檢驗嘛 我們講的東西 質地有深 講的東西鐵鎮如山 啊我每天氣氣氣氣氣到 很多朋友 小董你不要腦充血喔 我看我怕你 你有沒有高血壓 沒有 那你要小心喔 你外面要有 可能怕有人暗殺我 對啊我知道啊 我有很多朋友 一再提醒我要小心 我是罵的 很生氣 很混淆 趙超康就不一樣了 趙超康也很生氣 我 我知道他的想法 跟我是 不敢說一模一樣啦 就類似 我講到 口乾舌燥了 這些畜生還是死不悔改 還是 還是要 包山包海 吃飽吃滿 我講這些出生當然就是民進黨跟他那些土壯 那現在趙超康忍不住了 我71歲了 叉叉叉的 換我出來好了 心裡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他重奏豐富啊 小董 我對從政從來沒有興趣 因為我看太多了 從政喔 很多人 你要你要去跟人家拜託選票 我不要 我幹嘛跟你拜託選票 人家投你一票就每天就 就跟你講 我投你喔 一張票一事情 沒有 你們投我一張票是 要逼我去做牛做嘛 我才不幹 我才不幹 我正正有事 小董 我是你的影迷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在節目一定要講什麼 對不起 那不 我不想這樣講不行嗎 我不行 我怎麼樣 每天就想來情戲勒索你啊 我當 我光當名嘴 這些年來幾千個人 我的粉絲或怎麼樣 都要來 情戲勒索你 你應該講什麼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一定要 要在節目上怎麼樣 對不起不要 那不是我的語言啊 我告訴你 誰誰誰貪污 我告訴你 你這個一定要講 我講的 我 我要被告 你不用被告 不用來這一套 我告訴你 我有時候看這些東西 有時候都 都有一些反感 你知道嗎 你如果喜歡我 就讓我唱所欲言 我想罵誰就罵誰 這就是新聞自由啊 那今天 張剛跟我不一樣 張剛是看不下去 然後 袖子撿起來 他叉叉叉的 跟我來 你們不要管我幾歲 你們散開 我告訴你 很多人 都不了解這種心態 那現在台灣 包括所有台院上 這些名嘴 或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認識我 像我那麼 跟他那麼久的 我在跑新聞時候 他當台北市議員 趙叉叉當台北市議員 是民口幾年 七十年到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他就去選立委 他在當議員 我就認識了 各位 你可能比我久嗎 對不對 不可能嘛 那時候哪有什麼 什麼新黨 什麼沒有 當然通通沒有嘛 新黨是民國82年 8月22號成立的嘛 其實因為我對政治新聞 我幾乎就過目不忘 我不用看任何資料 我講真的 那為什麼 那時候為什麼要成立新黨 又看國民黨在李登輝這樣搞 看不瞎氣了嘛 黑金橫行 又搞台獨 對不對 新黨就是反黑金 反台獨嘛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主張 所以他們才會去搞嘛 他們本來在國民黨是比較清新一排 叫做什麼 叫新國民黨連線 過程就是這樣 新國民黨連線 後來他們 實在 你 搞不了李登輝那些 為什麼 因為李登輝 他們就找 陳澤蘭 他們 黃祖文 他們就搞一個叫集思會嘛 集思會跟新國民黨連線 第一個最大差別就是審級 啊 你們新連線都外省了 我們集思會本省 我們本土 那李登輝就用這個嘛 本土 本土最後就是台獨嘛 就是貪污嘛 陳澤蘭是裏面的代表嘛 對不對 你看到就是這樣啊 後來 後來 新連線最後沒辦法 就主持新黨 那主持新黨 以後他們就開始走這條路 要做政治改革啊 但是你最後 最後你還是功敗垂成啊 你沒辦法執政 你只能在 兩大黨裡面 看能不能 三黨不夠半 哪一個政黨裡面 跟我一樣 我就依靠他 他就夠半數 有三黨都不夠半啊 那新黨就是裡面的關鍵少數 那時候的 的作法是這樣 啊這樣看能不能越來大 結果呢 後來新黨自己搞內鬥嘛 你知道南京的內鬥 新黨那時候 並沒有說 啊什麼貪污 什麼都沒有 立法院沒有人 怎麼做這個事情啊 那為什麼最後被 顯民偷棄 因為每天都負面新聞 哎呀 朱高正啦 黃國中啦 姚立明啦 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 然後你每天看到很多新聞 都是負面 就是搞內鬥的負面 他不是什麼貪污 或包工程的負面 不是 那很多顯民就開始失望 然後就慢慢撤了 撤到最後 宋楚瑜 跟他的親民黨出來 都跑了 就跑去那裡了 這就是那時候整個新黨的沒落 宋楚瑜那時候的 信票案啊 誰幫他出來開記者會 做大力澄清了 新黨的主席謝啟大 你幫宋楚瑜做這些事情 最後你的黨就不見了 各位好好笑 當然我講這個 我其實不是要算舊賬 我要講趙少康這個人 啊 你小董你每天嗎 你下來選啊 來改革 我知道 我到立法院我也改革不了 很多朋友欠我 你去選立委 不然你去選市議員 我改革不了 我老實講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台灣的選民 你的支持者 每天來找你 我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我收到委屈 我告訴你 選民會來找你喔 因為我跑民意機關太久了 選民會來找你喔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違法的 違章 違規 他才會找你啊 如果今天法律 站在他那邊 他不用找你 官員 官員 敢用 違法的東西來刁難你 這官員死定了 對不對 現在什麼時代了嘛 我就去告你啊 我合法了 你為什麼刁難我 你還等紅包嗎 現在 民意 老百姓會來找你 很多是違法 違規 違章 然後你要去幫他們做 我投你喔 你幫我 我這個 違建 你一定要幫我關收好 有時候 我們就很為難啊 對不對 我覺得不應該有啊 那他就說 我這個喔 過去因為怎樣怎樣 是啊 也很可憐 沒錯啦 啊 問題 問題叫我每天為這個事情做 我們 我們就 對不對 人家其他名義代表說 啊你每天不是正義嗎 為什麼違建不用拆 是 違建是一個很小的事 那 那你這個要不要做 你不做人家 人家他去找其他議員 議員幫他做好了 他將來票還托你嗎 哎呀 那 那黨的喔 那小董不夠爛啦 對不對 票投好意 哎呀 這人是還忘恩負義 他投給我一張票 他認為他 我要欠他一輩子人情 我要幫他做牛做嘛 我不幹 趙少鋼他們去幹了 他現在 袖子撿起來說 這民進黨怎麼惡劣 怎麼講都沒用 我撿起袖子 我來改革國民黨 國民黨是 最大的在野黨 我要掌握這個 最大在野黨 來跟他對抗 對不對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啊 老男人不甘寂寞 認為說捨我其誰 那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氣魄啦 那其實氣魄裡面 後面當然會有很多 很多賢主 這個賢主第一關 當然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要不要讓他回去 他現在把牌丟出來 我家 我重回國民黨 他過去當然是國民黨黨員嘛 對不對 我重回國民黨 啊國民黨 當然 我要成為黨員是 沒有疑力 一定會通過的嘛 那我成為黨員以後 我 我 我如果想選什麼 我想選主席 啊怎麼樣 欸你不夠這個 不夠這個 反正 你要不要為我改規則 譬如這樣講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你要不要為我改規則 你認爲我是不是人才 你認爲我 有沒有辦法撿起千堆血 你認爲國民黨 需不需要我 如果需要的話 我願意舍身跳下來 你願不願意前面 為我搭一座橋 各位 這個問題已經在國民黨身上了 國民黨主席 啊 江啟臣 江啟臣當然 他本來要尋求連任 那 當然 現在江啟臣 我們也是非常熟的 江啟臣在立法院 然後推動 反萊豬或什麼 其實 引起很多人的響應 那江啟臣有沒有辦法 帶領國民黨 打明年的 縣市首長九合一選舉 有沒有辦法 帶領2024年的 總統大選 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不太夠 因為他國際只幹過新聞局長 他沒有 立委跟新聞局長沒有幹過什麼 大的那個 而且 幹的時間也不久 那這樣的經歷 對很多人來講 好像歷練還是少了一點 年輕一點 所以江啟臣 江主席不像國際的主席 他有一個 大家覺得說 至少他比較持重 比較穩重 比較高大 國民黨是個剛性政黨 那 你如果沒有這樣的立憶 就好像很吃虧 譬如說我講 朱立倫 剛過行政院副院長 那地方首長更不用講 新北跟桃園 洪秀柱 在立法院這麼久 還剛過立法院的副院長 他來當黨主席 副院長 對不對 朱立倫也是副院長 吳敦麗副總統 我跟你講 你就是這樣啊 有這些東西累積起來 大家才覺得 至少 至少你 你這樣子比較襯頭吧 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江啟臣就 大家就覺得比較輕 不只八字比較輕 就是你的歷練 你的分量比較輕 你要用這樣去 因為江啟臣 畢竟沒有辦法 因為你有時候 像一個一個政治家 你有時候 對你的群眾 尤其對你的黨 你講話要有一點點 煽動性 你知道嗎 我講煽動性 就煽動性 就聽了很感動 我不是用假的話 但是我要講 很煽動的 就哇 我們的人聽了都很感動 然後 會激起了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可能 有時候是一種仇恨 有一種 有時候是一種愛 什麼叫仇恨呢 姓蔡的那個人 逼你吃萊豬 你恨不恨 逼你的小孩 逼你家的長輩 你阿公阿嬤都要吃萊豬 你恨不恨 好可惡喔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仇恨帶來的 顯票的魅力 最後當然就變成顯票 各位我講這個 很激體 你知道嗎 你今天要 罷免黃捷 你講的都沒有用 黃捷說 欸國民黨用仇恨 仇恨不是我先帶來的 仇恨是你們先去仇恨韓國瑜 然後你們把韓國瑜罷免 你們罷免韓國瑜本來就是仇恨 那現在罷免黃捷 罷免黃捷 當然他有很多理由 但我告訴你 最大理由就是要報復你 我當然就是要報復你 欸你怎麼可以報復 我為什麼不能報復 你們那時候就報復韓國瑜啊 你們顯出韓國瑜 對不對 高雄市場顯出韓國瑜 你們就把他罷免 你們不是報復嗎 你可以報復我不能報復 這什麼 各位朋友我告訴你 戰鬥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你不得不報復啊 那那你做得到為什麼不做出來 罷免黃捷只要四分之一的顯票 我們高雄的朋友難道那麼差勁嗎 說我們男人都團結都怎麼樣 不用用嘴巴講 跟你的親戚朋友 同學 同梯的當兵同梯的 對不對 那你在鳳山只要有這樣的一點關係 趕快打電話去 請他聽聽小董節目 你跟他講 小董在節目上呼籲大家來罷免黃捷 我當然要罷免啊 為什麼要罷免他 我告訴你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們要報復他 因為你 黃捷 投萊豬的時候你跑啊 你沒有反萊豬啊 第二個 你們那時候鼓動罷免韓國瑜 對啊 你能你能鼓動去罷免人家 我們也可以罷免你啊 就這麼 就這麼天經地義啊 你說哎怎麼可以這樣 啊你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 各位就這麼簡單啊 少少的理由不必講什麼 翻白眼什麼 翻白眼 那也是人家自由啦 我講 但是 罷免他 我講這兩個理由就夠了 人家表決萊豬你跑票啊 你不反萊豬啊 對不對 然後你那時候 推動 你們民進黨你們這些人 推動罷免韓國瑜 好 那我們就罷免你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我們 現在夠年了啦 夠年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啦 來而不往非禮也啦 對不對 人家送你禮 你也要送人家禮啊 來而不往非禮也 你罷免韓國瑜我們就罷免你 我們就是這樣 你說帶著仇恨 你們才是 你們那時候帶著仇恨罷免韓國瑜耶 你們不是帶著仇恨罷免韓國瑜嗎 那現在呢 現在人家罷免你 剛好而已啊 為什麼 你要罷免別人可以 別人罷免你就不可以 所以 鳳山的朋友 或者其他地方的朋友 你有 你有 親戚朋友同學 或者當兵同梯的 你認識的 住在鳳山 你就鼓動他當天出來投票 這就是我們 能夠做的事情啊 我們做這事情 親而己 打一通電話 你用Line打 搞不好還不用錢 你看看人家趙少康 他跳下去 大家想說 他跳下去 我告訴你要做 做多大的犧牲 他所有在媒體 包括 中廣 所有媒體的股份 通通賣掉 要出清 這個 這個可 這可不是 這可不是那個 多大犧牲啊 他從 那時候台北市長 露顯以後 他們就成立了非碟電台 就出資啊 跟張小燕 大家合作 然後開始就一直走媒體人 就一直經營媒體 現在這東西要出清啊 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曉得 這是他 等於說 從政壇下來的時候 從政壇下來的時候 各位你想想看 民國83年 趙少康 台北市長露顯的時候 才幾歲 44歲 44歲 搞到現在71歲 都在經營媒體 現在他所有媒體的東西 通通要放棄 你知道嗎 你放棄 你下半身的事業 這是多大的選擇 而只 只因為 他叉叉的 老子就看不慣 這些鳥人 這些垃圾人 或者小董 口中的這個垃圾下山爛 畜生黨 他這樣橫行霸道 所以 他選擇我跳出來 我的犧牲算什麼 各位 你要想 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我沒有跟他談過 但我可想而知啦 各位朋友 你碰到 這些 畜生下山爛 噁心 的黨 小董 除了罵 我還挺佩服 趙少康 願意跳出來的 接下來 就看國民黨 等一下回來 我繼續罵 你就繼續 聽 我們大家用 力量來稱 我們 有言論自由的 這一天 將來未必有 馬上回來 不要走開 中廣論壇 中廣論壇 想要懂董事生 我在這邊大明大晃 那當然罵了 口不則言 就是真的很氣啊 剛聽 廣告 我的好朋友 謝龍介要來了 2S8 各位朋友你知道嗎 其實在我們廣播街 我們如果沒有特殊的情況 一個段落就是 怎麼樣 就是從過年 農曆年開始 新節目 2S8 2S8就過年後 然後開始上班 然後就開始 組織節目 我過去 踏入廣播街 其實我是先進入 我原來在報社當記者 大家很清楚 報社當很久了 後來 後來 民國94年 我就辭職 跟報社講不幹了 為什麼不幹 其實最主要的理由 當然理由很多 最主要理由就是什麼 我們寫個獨家 這獨家新聞 我是很會跑啦 因為我外面的朋友很多 那你跑個獨家新聞 今天媒體 報紙登出來 早上6點報紙分出去 你知道那些電視台 有些電視那時候很蓬勃 他就把你的新聞 拿出來 然後 7點 或者6點多 他就開始電 今天聯合報 投版頭 獨家 他不講 他講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覺得 怎麼又有一個弊案 又怎麼樣了 怎麼樣了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很多人 就進辦公室了 早上一邊穿衣服 一邊吃早餐 一邊打開電視 發生了什麼事情 開車時候 再聽聽廣播 這個事情 又講一遍了 然後進了辦公室 報紙打開 看到我的新聞 他想說 哎呀 這個新聞 聯合報也有 小董也有寫 這是我的獨家 這些超我的 搶先我一步 他怎麼搶先我一步 這是他的媒體優勢 但我不幹 我是跑獨家的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我在替這些人 做牛做馬 連一聲 讚美 稱讚都沒有 別人把你拿去的 一聲也不響 他也不用給你一毛錢 我的老闆 要付我薪水 結果 我在替這些人 做牛做馬 我不幹了 所以我就離開報紙 平面媒體 最主要原因是這個 那當然 在報紙裡面 有一些東西也不愉快 不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只有我覺得我比較清醒 那當然很多新聞 到最後判斷 都是我對的 我老實講 我跟很多人想法不一樣 但最後都是我對 我們在做 做評論 很多事情 大家都事後在講東講西 其實 很多事情 我事先就知道了 韓國藝會被當選 我很早就知道了 他會當選總統 很多朋友問我 我都講實話 我真的就這樣講 各位朋友 但我公開 我不要講打擊士氣 講了很多人不開心 你知道嗎 那你要是沒有錢 你挺他 人家又要栽贓你 而且就是藍營 就是韓文 哎呀 這個人說了 郭台銘多少錢 怎麼樣啊 對不對 他是郭台銘幕僚啊 怎麼樣 對不起 到今天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2號 到目前為止 我從來沒有見過郭台銘 一遍 可是他們就可以栽贓你 誰最會栽贓你 藍營啊 你一定要去崇拜韓國瑜 要去怎麼樣 要潛力挺他 要推薪之父 要干擾徒弟 我看得很好笑 我當然挺他 我怎麼可能不挺他 憲總統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台北市議員的助理 我老實講 我認識他在台北市議員助理 你們台邊上誰敢說 你認識比我早 他的老闆叫洪定谷啊 我的好朋友啊 洪定谷前兩年過世 67歲而已耶 帥哥耶 文化大學資金系的主任耶 對不對 大家記得洪定谷吧 我講 其實人生有很多東西 很多意外 但我們認識很多人 那我今天看到了 趙少康願意跳下來 我覺得很欽佩 我做不到 我我我我只會出嘴巴 我只會去鼓舞士氣 我只會去張癖人物 夜淡人物 沒問題 但是叫我自己跳下去 說你出來掌斗 他也想過立委 也幹過環保署長 對不對 他也做過行政的這麼多 然後經營過商業 還有 在媒體這麼多年 他願意跳出來 他放 他放棄了 媒體 打下了江山啊 我講 真的就是這樣 各位也想說 有這麼嚴重 是 我們 你如果今天家裡在經營其他企業 也沒關係 你家裡開餐廳 開書店 開證券公司 開什麼 你出來 當國民黨主席 沒有問題 就是當媒體人不行 這是我們 我們法律規定 你知道嗎 這法律規定 你就只能放棄啊 要通通出清 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告訴你 這是這個犧牲是非常大的 但是 在台灣喔 你看 我們有這麼多的 問題 其實民進黨造成了 民進黨為什麼 怎麼在乎 因為 我掌控媒體 掌控網路 然後所有的言論都偏向我 所以很多事情你就看不出來啊 對不對 很多事情看不出來啊 那 那所有的 我們 民進黨政府他認為說我只要抱美國大腿 過去抱川普 現在一直要抱 抱拜登啊 很噁心很不要臉的 去抱拜登啊 啊你過去譬如說 他那些媒體 譬如說 年代 年代我就看他一個標題寫 拜登是中共的 是中國的間諜 那時候拜登跟川普在嫌疾 年代可以做這樣的標題啊 主持人是陳寧冠 可以做這樣的標題啊 喔拜登是中國的間諜 我認為我們 一定要力挺川普 川普對我們最好 結果川普漏險了 現在每個人又在 抱拜登 拜登 對我們都好 你看 拜登的就職典禮 我們的 代表蕭美琴 還可以到白宮前面的 草皮 然後拍一個自拍照 你看對我們都好 笑死人 他就職典禮 我們 我們 的駐美代表 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洋洋得意 然後台灣人就很多人就 興奮了就抓狂 看了不是好好笑嗎 不是好好笑嗎 各位朋友 邀請安拿出來啊 有時候看 我們那種大內仙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了 拜登有什麼了不起啊 他是美國總統 他怎麼是美國總統 他是中共間諜是你們講的啊 我手機上有記錄 電腦隨時可以叫出來 手機就是電腦啊對不對 大家都有啊 大家來看啊 你們當初怎麼講拜登 挺蔡英文的 挺民進黨政府的 蘋果日報 怎麼去講拜登的兒子在台灣募款 然後把錢拿去中國大陸 頭板頭耶 你忘了嗎 然後拜登的兒子來台灣 跟誰合照 跟吳敦麗的女兒合照啊 對不對 國民黨前主席 馬航九的副總統 你看你看 他們這些就是一吼的 拜登 國民黨 共產黨是一吼的 不是在做這樣的影射嗎 現在人家當選了 大家嘴臉又開始不一樣 我拜登對台灣好好 都榮喜 蕭美琴到他的就職典禮 佔了數十公尺 在白宮外面的草地上 圍牆之外的草地上 讓我們的駐美代表在那邊拍一張照片 各位 你今天看到什麼叫人品啊 對不對 什麼叫外先啊 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崇拜民進黨 你看蕭美琴都可以去 蕭美琴可以去 歐巴馬我們也去啊 王金平 帶著一堆人去 各位 我講喔 我有時候看這些都非常可笑 但民進黨就懂宣傳 那台灣年輕人 還有媒體 都是民進黨在意的嘛 我只要掌控媒體 我就掌控年輕人 我就可以永遠執政嘛 全世界喔 媒體在歌頌執政黨 年輕人 都崇拜執政黨 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北韓 一個叫台灣 台灣年輕人 被洗腦到不要臉 然後他們揚揚得意啊 他們覺得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好好笑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看 人沒有視野 當然他購得很愉快啦 但將來會怎麼樣 其實大家也心知肚明啦 就你就是越來越弱化嘛 你就經不起競爭嘛 你就台灣 每年守國嘛 看你能夠守到什麼時候嘛 對不對 台灣現在是靠中國大陸在養 現在 共產黨在養台灣人 很多人就 小董你講這話很過分 我講不夠分啊 我講不夠分啊 我們 我們外銷 台灣是靠外銷的國家嘛 我們外銷東西 將近百分之五十是賣給中國大陸 我們是賣東西給他賺他的錢 我們是靠他在養 這 你看的就是現實啊 然後一方面讓人家養 一方面又嫌人家的錢不乾淨 不乾淨你咋樣拿去 塞在口袋裡面 你咋樣拿去買電腦 對不對 就這樣啊 照樣買3C啊 你照樣拿他的人民幣去 吃美食啊 就這樣 所以 不要在那邊自衝自己 多麼愛台灣都怎麼樣 那些東西都是假的 那些東西都是一些政治語言 都是民進黨 大內先的結果 其實那些東西充滿了假象 等一下回來 小董GCK繼續嗎 中廣論壇 歡迎回到 中廣論壇小董 在這邊服務啊 那我剛聽到龍介 謝龍介 2月18 就要在我們中廣組織 今天很高興 因為 我們就是 呼情保益 大家一起來做對的事情 就這樣而已啊 就好像 我一再的跟 我們的朋友講 你在鳳山有 親戚朋友 同梯同鞋 同梯就是當兵同一梯子 認識的 打電話 告訴他們去投票 罷免黃捷 為什麼罷免他 為什麼罷免他 就兩個理由啊 第一個 他沒有緩萊豬啊 他跑掉了 拿投票他跑掉了 第二個 他等於不顧老百姓的 一個 健康嘛對不對 沒有緩萊豬嘛 第二個 那個 他們那時候鼓動 罷免韓國瑜的高雄市長嘛 我們現在當然要回敬他 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 那有時候 你看 在台灣喔 很多事 大家都會碰到啊 我都沒想到 明年過完春節以後 我都可以碰到謝龍介 龍介是台灣 我常開玩笑啊 台灣 唯一台語講得比我好的人 你知道台南的台語從哪裡來 台南的台語從 金門那邊過來的 鄭成功 鄭成功是在金門那裡練兵啊 募集了很多金門的人 然後 來 打敗了荷蘭人 我們這些人就漏集在 台南啊 台南很多金門人啊 你知道嗎 那些廟那些什麼很多 東西都從金門 那邊帶過來 我們金門從哪裡來 我們金門從近江啊 我們從泉州 金門主要是錢州人 所以錢州人 在鄭成功帶領下 然後把這塊土地 成為中國人的土地 就這麼簡單 本來是荷蘭人的 這就是歷史啊 那這些語言 這些語言 閩南話 龍介線很厲害 那 你可以看到 他是有情有義的人啊 我跟他當然是非常熟識 但我不曉得他來 我剛剛聽了廣播 我們這廣播啊 就是從過年後開始 我過去主持 到非得電台主持也是 也是廣播 也是過年後第一 所以我到現在 準備要進入十六年了 各位朋友 很快啊 那當然我們可以暢所欲言 因為 老闆不會管你啊 不管我過去在哪一台 我過去很幸運 就是在報社 老闆不會說 這個人你不能寫 不能罵他 我到TVPS 也不會說 這個不能罵 這個怎麼樣 不會 然後我到電台 電台當然我經歷過三個電台 就是非得電台 news酒吧電台 還有中廣 也沒有一個老闆 我老實講 也沒有一個老闆敢來跟你講 小董這個不要罵 這個人跟我是好友 沒有 沒有一個 所以我可以說我都碰到好老闆 還是因為 每個人看我罵人罵那麼兇 就不敢來講啊 連老闆都不敢 你敢來講說 這個不要罵 這個人喔 是 是我們老闆的怎麼樣 哪有這回事啊 是誰都一樣啊 對不對 本來就是啊 我們在評論 他做了這種這麼惡毒的事情 我為什麼不能評論呢 我們就覺得很理所當然嘛 但是 各位朋友 有時候我講喔 其實在台灣 謝龍介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那 我們有時候 會 會想說幫誰 弄一弄 他那時候幫韓國儀 幫他賣儀 私募儀完 記不記得 怎麼兼私募儀怎麼樣 他講說 哇 這龍介真的有情有義 有一次他跟我講 他是國民黨 台南縣黨部主委 我們這台南喔 哇 有人去問什麼 我說這我知道 我這麼清楚的 他弄了一個 威安婦 威安婦的像 放在台南縣黨部 哇 民進黨政府氣得要死 民進黨政府就是蔡英文政府 透過日本那個 一直想說要把他弄掉 他不為所動啊 不為所動啊 對不對 後來有個日本人在 在附近 用腳去踢 記不記得 也是引起先南大坡啊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 就是你的民族氣節 當年日本怎麼欺負中國人 怎麼屠殺台灣人 你知道 日本人到 進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沿途 因為有抵抗嘛 他從台北 台北長期去 一下來到 到大柯坎 沿途到苗栗 桃竹苗這些 那些民族英雄 在台灣這個 我們甲午戰敗喔 在台灣這個叫 乙味戰爭啊 甲乙餅乙味 第二連就叫乙味連嘛 那抗爭那是激烈啊 後來 死了很多人 你看苗栗那些 吳湯星啊 那些都 非常壯麗你知道嗎 那你看到了 他到彰化 他要求彰化的人 獻出幾百個女孩子 來讓他們做慰安婦 彰化人季節啊 彰化被殺死多少啊 各位 那日本就是 日本就是畜生國家 我真的講 那經國主義 非常 非常強盛 那小董 小董我就很佩服 龍介 那時候 擺了慰安婦 然後 他平常的言論 我都非常欣賞啊 其實我前幾天去金門 回金門啊 因為 有一齣戲 我有去 嘎一下 我一定要介紹一下 因為前兩天 淺秋有訪問 王淺秋有訪問他的主任 得那個導演啊 那我告訴你 我有下去客串 各位朋友 這部電影叫做金不厭詐 全部在金門拍的 那金門的名產 金門的特殊的情況 風景 通通在這個節目裡面 那小董當然客串我大概一二十秒而已啦 我不是講我演的多好 我講說我們去幫幫朋友 那我前兩天他在播映的時候 我去了很多朋友看到就很開心 哇小董來看你電影 我說不是不是我是客串而已 我們能幫人家就幫人家 就這樣 以上評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節目內容歡迎回到中廣新聞網 YouTube頻道收聽收看 朋友大家過年好 我是小董董事生 在中廣新聞網 各位這個年過得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去年都在防疫 那疫情讓全世界都改變了 可是不改變的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正義 過年期間做什麼好的 到中廣新聞網 你可以看看小董節目 當然你要幫我們訂閱 要幫我們分享 按按小鈴鐺 各位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我武師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好我是江本心 謝謝您長久來收聽中保論壇 將我們今時間 非常謝謝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們長期來的支持 與鼓勵 那麼牛年到了 祝福大家 這個牛氣沖天 好運年年 這個牛年旺滿 那個旺的感覺 反回來 牛年的旺滿 賺好 賺滿 先跟大家好 心情愉快 我是中廣主持人 鄭春琦 鼠年去 牛年來 新的政論節目 要有新的氣象 大家開拓新的政治觀點 展望新的政治前途 讓台灣有新的未來 那麼中廣論壇 絕對可以滿足你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 許巧欣 同時也是周五 十點中廣論壇的主持人 今年是牛年 要祝福大家 牛年行大運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 要跟大家推薦 周一到周五 早上十點的中廣論壇 我們有最優秀 最可愛的主持群 我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牛年 大家都希望 在牛年的時候 台灣可以越走越好 扭轉乾坤 也祝福全國的民眾 在2021年 能夠平安喜樂 然後順順利利 同時呢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 搭起你的手機 搜尋中網新網 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過年上邊的訊息 才不會漏欠 牛年到了 大家發揮牛的精神 讓我們的政治更親民 讓我們講出了台灣 真正的世衛與價值 我們希望真是個好的人 祝你全家新年都愉快 謝謝